我們可以吃的 好吃嗎? 好吃咩 阿姨 麵包跟牛奶 要吃嗎? 有甜的跟鹹的 不知道你喜歡吃哪一個 但是 沒關係 因為你自信 但你的麵包好一家 比較好 沒關係 沒關係 你幫我一家 沒關係 我吃飽了 沒飽 那你要喝飽嗎? 沒關係 太好你了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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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飽了 我吃飽了 謝謝 那我這個肚子餓了吧 沒關係 要吃飽 再減肥 阿姨你吃 要等下麵包 沒關係 沒關係 首先謝謝大家在上一支影片中 給我的讚美 包含私訊我都有收到 謝謝你們的鼓勵 但其實隨著越來越多讚美鼓勵的訊息跟留言出現 我內心其實是有一點小傷心的 因為其實那並不是故事的全貌 而我做了什麼也並不是我真正想要讓你們知道的 那完整的故事我其實是有在IG上面寫出來的 接下來我會用口說的方式告訴你們我當天發生的兩個小故事 那第一個小故事呢你們已經知道了 就是我在路邊看到一個從垃圾桶在找食物的阿嬤 那她當時是從垃圾桶拿出一個飲料館 然後跟一個很像裝小籠包的盒子 然後拿起來搖一搖之後發現沒有東西 結果把垃圾放回垃圾桶裡面了 我當下其實真的非常非常難過 因為那樣的畫面跟當時熱鬧的西門町 真的形成一個非常強烈的對比 儘管我不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人 但是真的是每看到一次我就是越難過 那那天我就是情緒比較滿 所以我當下其實是差點就哭出來的程度 然後我一句話都不敢說 我就是一直盯著我男朋友 那我男朋友就是也是什麼話都沒有說 就看著我 然後拿了錢給我跟我說去吧 就是讓我去做我想要做的 那在那個當下我並不是選擇直接帶著錢去找阿嬤 因為我覺得比起錢 他們更適合獲得實質物品跟物質上的幫助 所以我才會跑去西門買麵包跟牛奶 並且順著路線找到的阿嬤 後面發生的事情你們已經有在影片中看到了 就是善良的阿嬤 依據想要跟我分享那些麵包以及牛奶 這都並不是真正想要讓我發文的原因 是因為當天我遇到了另外一個阿嬤 她是新聞名非常有名的巴勒阿嬤 其實在那天之前我就已經有遇過這個阿嬤了 然後我那天也是因為覺得她很辛苦很可憐 所以特地跑去領錢 然後又怕她找不開 先跑去買東西把錢找開之後 然後衝衝的忙的把自己的事情處理完之後 跑去找她買 那她買的巴勒是一包五十塊 因為我已經吃飽了 所以我就跟她說我買一包就好 她就開始有點情緒勒索 希望我可以買兩包 並且跟我說她已經兩天沒有睡覺了 希望我可以幫她 讓她可以趕快回家休息 然後再加上過程中的一些來回對話 讓我覺得我的善意變直了 所以我當時是堅持就只買一包 然後她這時候就從地上捡起一包 看起來快要掉出來把她都買給我 但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在那之後 我有從不同的媒體平台上有看過這個阿嬤 而且多數都不是正面的新聞 我也不以為然 因為我自己沒有經歷過 直到那一天我遇到 就是潔樂色的阿嬤的那一天 我又再次的在捷運站門口 遇到那個巴勒阿嬤 那當時旁邊有兩個 看起來像是觀光客的女生 她們是講中文的 對 然後當下我聽到的事情是 那個女生拿了一百塊給她 但是阿嬤堅持不找錢 她就跟那個女生說 簡單的意思就是 要嘛你給我五十塊 要嘛你就是要買兩包 正因為我前面遇到的那個善良阿嬤 所以我聽到這個阿嬤說出來的話的時候 我是非常的奮奮不平的 所以我就直接介入她們的對話 然後跟那兩個外國女生說 就是這阿嬤是會陰性推銷的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幫她的話 可能要稍微衡量一下 這時候呢 那女生聽完之後跟我說 她們其實剛剛就已經在別的地方 買好別人切好的巴勒跟鳳梨的 她們真的就只是想要幫她才買 但是阿嬤的態度讓她們很不舒服 然後聽到我這樣講的時候 那其中一個女生就直接從阿嬤的手上 這樣一百塊抽回來 並且把巴勒放回去 然後轉身就走 正當我離開的時候 巴勒阿嬤從後面 她的破口大阿嬤 堅堅告白 本送 靠杯 這才是我真正想要發這些影片跟這篇文章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 如明同為或許都是需要幫助的人 可是為什麼 有人是如此的善良跟知足 可是有人是卻在利用人心 並且談得無言 正是因為少數的這些老鼠屎 害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都會因為大家的顧慮跟顧忌 所以大家不敢伸出援手 因為你們怕被碰瓷 你們怕被勒索 你們怕被騙 那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他們可以獲得的愛跟溫暖 就會越來越少 所以呢 我分享這兩個故事 讓大家知道 我並不是為了獲得你們的讚美 當然啦 我是很開心的沒有錯 因為我認為我做了一件對的事情 我真正希望你們去思考的 並不是我做得多好多棒 而是我希望那些獲得幫助的人 不要利用人心 不要利用人的善良 而是可以以真誠相待 不要害那些真正需要被幫助的人 得不到他們贏得的幫助